這是我的記帳APP 這我已經用了三年了耶 這很恐怖 大家看更奢之前的花費啊 花了十萬 一個月嗎 對 超可怕 可是這包含出差啦 就是我有時候出差 出差大概扣多少 欸 十萬多 好可怕 嗨 大家好 我是問來跟你們講藝人 上次我們的神鬼戰士大獲好評 所以這次我們要繼續突襲我們的更奢人 看他的日常有沒有什麼省錢密招 圖鞋 走進來了 因為你現在已經自己住了 這是什麼 這個是能夠吸引財富的時常進化 所以你平常在家都會一直看這個嗎 對啊 平常早上起床就把他打開 然後就讓他一直放一放一放整天 而且主要是他都是美金啦 因為我覺得現在台幣有時候可能大家怕會通通嘛 然後美金又是強勢貨幣 所以我想說那我可能看美金比較好一點 下一個他會掉美金 你都會背了 就可以了 美金 而且就一百塊 下一個是什麼 金條 大家好 我是更奢人郭妖 看了很喜歡郭子爺的郭 我們銅金皮均舉新腰 我也不知道三十腰的更奢人郭妖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跟你問一下 因為上次問郭說他有沒有什麼省錢密招 他就狂講的操作 所以我們今天就整理一下他的省錢密招 第一招 學生午餐學餐省錢法 現在郭已經在校園中了 我好餓喔 你有怕被發現嗎 就是欸怎麼 是社會人士走進來 有時候今天穿的很學生啊 這樣有很學生 剛剛說要穿的很低調 然後一定要戴帽子 結果都沒了 哈哈哈 我要把玉扇控制在五十塊以內 所以我要多加一點蛋白質就漏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健身的人都苦於 花很多錢就再補充蛋白質 只要不跑就來這裡吧 133嗎 133 毛髮玉扇控制在五十塊以內 神鬼就要實時之賬 但神鬼剛剛差點吃到爆表 隔天南的話有兩種蔬菜 兩種菇類 兩種肉類 然後還有一個乳蛋跟一個豆腐 其實這還滿多的欸 這裡有兩個主菜 兩個肉一個焦麻雞 然後一個是雞胸吧 這雞胸也滿大的秀給大家看 雞胸 然後一塊焦麻雞也滿大的 對啊 焦麻雞它被飯蓋住其實很大 這個只要六十七欸 其實它也滿豐富的啊 對啊 就有你看還有茄子一個跟泡菜 欸我覺得秘訣就是 真的每一道菜你都想吃 就夾一小口就好 然後它的碳水就是用地瓜代替 然後也有雞胸 然後有一個炸豆腐 然後還有兩個米血 鍋的焦麻雞 哇 哇 哇 跟外面的焦麻雞吃起來一樣嗎 差不多啊 只要沒有那麼脆 可是它也很好吃 就是裡面味道很入味 因為它的豆腐也辣辣的也很好吃 乳蛋也很好吃 第二招 好市多便宜買 你會先逛這個嗎 對啊 我就先看一下Costco商品經驗 老實說 然後或是一些優惠情報站 然後去看有哪一些是最新的 不過像這個冰烤地瓜 就蠻值得買的啊 而且也很好吃 漂亮 就會先比較一下啊 他剛剛看到更便宜的益生菌 他現在要寫下來 對 給未來的鍋 在這個筆記裡面找 所以如果看到更便宜的 來不及買就先寫下來 對 然後這差不多用完的時候 買Costco的益生菌 這是我們剛剛在Costco 就是買回來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真的是 大推薦 救急省錢秘方 因為一顆番茄就等於一份的蔬菜 而且番茄也可以煮糖 還可以就是燉牛肉啊 然後為什麼都很方便 而且這個番茄 大家這個補價一下 八顆 不太不好講 好沒概念 一顆 一顆 60 是嗎 這個一盒69 超美的 這個我真的超喜歡的 因為有時候很麻煩 就是你菜 你還要就把它煮熟 然後還會加醬 然後什麼的 但這個的話 生菜真的是蠻方便 你看它這麼大捆 就裡面有 一二三四 就是四大捆 然後每次都大概 又三到四片 就是就可以吃一餐的沙拉 然後就洗一洗就好了 欸裡面有五捆啊 這可以吃多久 這可以吃 我有時候吃大概二十天 或者是到一個月都可以 每個月我都一定要去添購的 就是我們的牛梅花 很喜歡牛梅花 而且它的油脂 比較少 然後我都會把它分裝 就是三四包 大概200克左右吧 然後就這樣包成一個小包裝 還有一個是我們神鬼戰士推薦 逛Costco可以買的 這個真的超划算 因為Costco其實 我知道有披薩 我知道有炸雞 我知道有可麗濃湯 可是捏度比較貴 這個是最划算 可是五十塊 有熱狗加麵包 還有這個洋蔥丁 而且還附飲料 這樣 那麼大 很大條 那就是洋蔥丁加一加 還有醬 對啊還有醬料 就是番茄醬 然後這樣加一加 就是食材 第三招就是去Second Street 買名牌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說 喔 Second Street就是 很多東西 就是也不會拿去賣 因為越賣就越便宜啊 那也不如就去買吧 因為你吧 因為如果你去買的話 就有可能 反正就是以比較好的價格 買到真的不錯的東西 這邊很多外國人會鑽才購不起來 因為這間精品超多 這間好像是全精品 中山站這邊 對 這間精品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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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位 這五位 這五位蠻好看的 這就是學生的意思 好漂亮喔 這間精品很棒耶 謝謝 有什麼嗎 謝謝 所以平常大概多少 一兩萬 真的要哭了喔 就覺得很 鼻酸 對自己是很鼻酸 人生海盜冰過去 前海盜冰過去 前海盜冰過去 掃墓 神 還在墨鏡墨一下 哈哈哈哈 使用不同外送品牌 就是會有不同的 只有味噌口 那我都會去比對 可能假設家裡洗碗精啊 日用品不夠的時候 廚房紙巾啊 我就是會用全聯 披薩配 它其實有一個叫做小石打 那它第一次用的話 其實是打7折 欸這我沒有聽過耶 18分鐘真的就來了耶 超快的 我以為小石打至少要1小時 什麼 他要買這個 超讚啊 這是我的記帳APP了 這我已經用了三年了耶 真的很恐怖 給大家看更奢之前的花費啊 花了個10萬 一個月嗎 欸超可怕 可是我包含出差啦 就是我有時候出差 出差大概扣 大概扣多少 欸 4萬多 好可怕 那時候因為 就是2月的時候 是領那個年終獎金 然後3月的時候 就想說 是多花一點口 生日月 對啦 然後花比較多一點 我就發現我的記帳APP 有一個控制預算的功能 我就很認真的 就是用這個功能 然後就是控制我的預算這樣子 所以一個月 就可能食物花多少 然後 日常用品要花多少 然後交通費花多少 哇 其實要 就是審視自己的花費的時候 這也是覺得 哇 滿緊張的耶 但你覺得這個記帳APP是好用的 很好用 這會讓你 就是 心臟暴擊的感覺 開開始 好 真的 因為它這個LOGO 這超滿滿的 就是一個超滿的 所以很棒 就是有得體的 認識跟兵費 就如果你有房地 信用卡的話 它就會自動提高 就是原來 油價恐怕 就可以直接查 然後它這次都有優惠做的 就說 你看它這個每小時就有10元 如果你有信用卡 可以自動提高 所以你就算已經停好車 你停好車 你去其他地方 你也可以一直看 就是你停多久啊 然後等一下的優惠 它也都會賣喜好 那最後我們的神鬼戰士 有沒有什麼話 跟廣大的神鬼跟更奢的粉絲一起說 我覺得 我以前是一個非常不懂 規劃 自己所有金錢的人 我真的是拿到就花 甚至有時候是覺得 就是還要用借的來花這些錢 然後不管我花了多少錢 我都是覺得 算了之後還會再有 這樣 但我現在真的是完全喜心革面 因為這種 你不理財 財是真的不會理你的 以前都覺得這個話很發酷 你都想說 他還講什麼東西 就老了話 但現在覺得這些話 真的是非常有道理 我覺得我之前 唯一做最對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存外幣 其實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一開始是蠻ㄎㄧㄤ的 就是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朋友 就是在賣美金的儲蓄型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幫他捧場一下好了 因為那時候是疫情 然後剛好有在換工作 就非常需要一筆錢的時候 就剛好有這個外幣可以急用 那時候再說 就在賣美金 在賣美金 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好 我們在賣美金 我們在賣美金